後來為何去到831的事情 就是今天不說 831也是另一個階段的事情 即是共產黨有心加強鎮壓後引發出來的事情 我想說的就是 在這麼大的壓力下 在運動受到這麼殘酷的鎮壓下 其實當日大家都用得談 大家都仍覺得和勇不分 我想問 我也想大家想一想 在今天 國安法臨門 已經動了 國安法臨門 拘捕人 用國安法令大家恐懼 可能有寒蟬效應 再用雙DQ DQ候選人 又DQ選舉 然後再用延任一年 全體議員延任一年 延續立法會的運作一年 我們今天又同樣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回應的問題 現在有兩批人 有兩個意見 一個就是以留守立法會去抵擋 新一屆延任延期的立法會裏面 保皇黨和共產黨 利用延遲一屆任期的立法會 在那裡通過一些惡法 或者很快地通過一些惡法 在他們完全控制之下 如果你撤出議會 就是完全控制之下 不撤出議會 就是在議會的平台和他們抗爭 另一派就覺得 咦?不是 如果你繼續留任在這裏 第一,你沒有授權 第二,你在裏面做甚麼?做不到事 還妨礙著五眼聯盟制裁特區政府 這些所有都是回應整件事的 雙DQ的一些思考和策略 我看上來 雙方都未必沒有道理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說如果我們無望初衷的時候 就是五大訴求 三十五家都是為了完成五大訴求 三十五家的發起 以致到運行 都是希望控制議會的否決權 從而加壓 如果這個運動的目標還是繼續的時候 而不是單單就是說 這個五眼聯盟 或者即時加強制裁 就會達到目的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將整件事 用一個長遠的角度去看 第一就是說 如果今天退出議會的時候 是不是以後退出議會呢? 如果今天的授權 說沒有授權的時候 有什麼其他的授權呢? 很多人就說 其實六十一萬裡面的民主派初選 已經授權了 這是新的授權 唯一一個新的授權 其實都不是完全正確的 是不是? 很簡單 如果在這個六十一萬人選出來的 民主派三十五家的候選人裡面 其實有一半都是現在主張留守 他們都有一個mandate 雖然現在他沒有了 在2016年選舉的授權 很簡單 如果大家能夠將這件事談清楚 就是說 怎樣將議會外的力量 無論你叫做國際線也好 這個街頭線 議會線的結合也好 其實應該好像以前那樣 有整體的考慮 不只是考慮一塊 是不是? 如果你說辭職的時機最好就是什麼? 就是國安法通過 是不是? 很明顯全世界在罵 為什麼有時候不通過 不會辭職呢? 原因就是我們有三十五家跟尾 大家都覺得 繼續在那裡做三十五家的工作 繼續爭取做民主派初選的人選 然後實行三十五家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 當我們在講議會裡面應該怎樣做 才應該留在這裡 或者是 反過來就是 議會以外怎樣做 才能夠在未來的一年繼續抗爭 其實大家在這個共同的基礎上面 是應該去商量的 如果大家商量到的時候 就不會產生現在一些 大家可能都未搞清楚 實際上是對方的想法 或者是策略是怎樣的分歧 如果大家是將這個問題 不當是一個策略的分歧 而是變成了一個道德的這個立場的問題的時候 自然是來之不易的這個團結 或者是我們繼續下去爭取這個三十五家的抗爭 或者是這個五大數目的抗爭 是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分裂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也想講 入去開會 如果留在這裡的人開會做不到事情 那固然就可能變成 很多人就認為淪為政治花瓶 你都在裡面做不到事情 但是做不做到我不知道 因為你首先要講清楚要做到什麼 或者那些留在這裡的人不去做什麼 如果你說在外面是更加好的 除非你說即日制裁 即日制裁就發生 老實講 這個事情會不會發生呢 需不需要總辭才做呢 因為國安法已經是最大的因素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有些人又去開會 陪人做花瓶是不對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責任就是 制止那些不義的議員 即是去開一個不義的會議 即是說我舉個例 就算沒有了民主派的人 在這個議會裡面 那麼主張不留在這裡的人 或者已經是退出的人 那你都要去阻止那個不義的議會開會 因為那幾十個四十幾個 這個痴痴呃坐在台上的人 是在做一樣 赤裸裸生吞活摸 去行使一個偽政權偽立法會的事情 那你除了指責那些人不應該去開會 令到他不去開會了 退了出來之後 那麼我們都有做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制止他們開會呢 制止開會這個自然就是 就是街頭線和國際線的事情 如果國際線不發生的時候 就是街頭線 所以其實一方面你指 就是你留在這裡做什麼 那些人就說我留在這裡有事情做 那大家就講清楚 如果單純就是說 沒有人開會 沒有這個民主派的人在開會 就整件事完成了 這個是錯的 因為還有一個責任 就是阻止那個 沒有人叫它臨立會也好 什麼會也好 那個議會開會 這個就像6月12日一樣 民主派的議員 不在那裡開會 就讓他過 所以那個當日6月12日 就說要包圍立法會 就是說是用一種行為 不單止不開會 或者開會也好 是要阻止那件事的發生 這個當然也都是現在指出 留在議會裡面 是沒有用的人都要回答這個問題 是不是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 那這個問題就是 主導來的了 9月6日就是原本的投票日 那大家會不會想一下 有些什麼做呢 在議會外面去表達香港人 對於雙DQ的不滿意 那在這點上面 大家能不能夠有一個更加好的討論 更加明確的辯論 在策略上面交換意見 而或者在9月6日能夠有共同的行動 是令到香港人那個 雙DQ 反對國安法的意見 是有更好的表達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在這方面多些想 因為818我講這件事 其實是其中一個例子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要用民調 或者公投 去問香港人的意見 重新授權的時候 那民調怎麼做呢 是怎樣做的呢 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民調的方法是什麼呢 怎樣令它更加能夠反映到香港人的意見呢 那公投根本 一講公投就很簡單 公投根本就不是 公投本身 一要搞的時候已經是抗命 因為在限聚令下 你要搞一個公投一定是抗命 如果你除非搞網上的公投 那網上的公投又怎樣去 令到那個網上的公投更加科學 令到更多人可以參與 這個也是討論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大家要討論的很多 所以大家應該冷靜下來 談談有什麼相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怎樣去令到大家 有一個相同的基礎去討論 以及從一個全局的角度去考慮議會外 和國際抗爭三者互惠的影響 就不是說荒廢了一件事 就會令一件事更加好 如果是荒廢了一件事更加好 這個決定當然是要大家再三參場 再去研判才是萬全之策 所以我覺得在國安法臨門的時候 三線並進 缺一不可 無需偏廢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 我希望大家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給我多一些意見 或者捐款給社民年 因為我們都很需要大家的幫助 我希望大家會把我的無需錄 這個節目廣傳 給like 令到更加多人知道 以及捐款 我希望很快又和大家交換意見 多謝大家